香港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週四舉行畢業典禮 學生集會遊行繼續爭取五大訴求 在播放中共國歌時 大批學生高喊口號 抗議聲此起彼伏 中文大學學生穿黑袍 戴口罩 在校園內集會遊行 並為在反送中示威衝突中受傷的學生默哀 畢業典禮期間 奏中共國歌時 有學生集體背對禮台 大呼反送中口號 他們表示 大學生因關注社會 希望政府能聆聽和正視學生們的心聲 想恢復回 令到香港成為一個真正有法治的社會 令到香港真是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有民主的制度 這樣才真正可以保障到香港人每一個人的福祉 有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 期間 一名疑似內地生突然持利刀指向他們 後被保安帶走 畢業典禮提前結束 多名學生認為 中共才是霍亂香港的根源 而中共就是這一切的根源 所以我覺得 我們必須將共產黨在香港的影響力驅逐出去 令到香港回覆一下以前應該有的樣子 我覺得 都是那句 天滅中共 大家退黨保平安 在警察裡面 開始問到無警和解放軍的時候 你又發現到 中共對於香港的干涉和侵害 不斷地加大 不斷地變得更加嚴重 所以我覺得 驅逐共產是很重要的事 是一個終極目標 如果香港真是成功的話 我們要是一粒種子 不斷地將這個驅逐共產黨發揚光大 一場前 許多畢業生高舉 無懼槍彈捍衛真相的彭湖 高喊 天滅中共的口號 高唱 願榮光歸香港 並在天滅中共牌子前合影 對於我來講 任何的極權都是一定會滅亡的 一個極權的政府是不會last on 到的 新唐記者 韩娜 破阿茲蒙 新聞報導 謝謝大家